各位朋友們大家好我是訂閱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綠盒子儲存單元的使用 這部影片為電力的進階教學 如果還沒看過這兩部影片的話 可以先看過再來看這部影片會比較容易理解喔 那馬上開始 Let's go 綠盒子下端為Power In 電力輸入 上面有兩端 左端為 Inverted Output 意思是顛倒電力輸出 右端為 Output 正向電力輸出 右邊有三端分別為 Set 設置 Reset 重設 Toggle 切換 看起來很複雜 我們一步一步來 首先 Power In 提供電力給 Output 輸出電力後 我們需要在 Set 端設置基礎開關來驅動 但是只能開啟不能關閉 所以我們需要在 Reset 端設置開關來關閉 所以我們需要在 Reset 端設置開關來關閉 反之 將 Power In 提供電力給 Inverted Output 顛倒電力輸出 就算 Set 沒有給訊號也會直接驅動 簡單說就是有訊號的時候電是給 Output 沒訊號的時候電給 Inverted 那如果兩端都有配電的話呢? 兩端都有接電但是在沒有任何訊號發送進來前 Output 端是不會供電的 而一樣是由 Inverted 端來供電 但是只要 Set 端有訊號進來就會立即相反 就像剛剛所說的 Set 端只能開啟不能關閉 所以我們可以發送訊號給 Reset 端復原 那 Toggle 的意思是切換 我們如果有將 Toggle 接電的話 可以透過單一 Set 或是 Reset 端來切換 Output 和 Inverted 實際運用 我們可以使用綠盒子來建造陷阱房 看到門開開裡面放著滿滿寶物的房子 直接衝進來的玩家 旁邊的門就會開啟 然後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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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電的方式 第一端的電力分給綠盒子的 Power In 第二端接給門口的生命感測器 第三端接給Toggle 第三端接給Toggle 將 Inverted 接給誘惑門 將 Output 接給陷阱門 再將 Set 接給生命感測器 這樣接電就完成囉 陷阱門裡面可以建造散彈槍陷阱或是槍塔都可以 而在右後門的門口可以放一個小箱子卡住敵人 那祝大家都能學會有趣的綠盒子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訂閱我們下次見大家掰掰